我们直接来看一看 刚才这个利害图的真实应用 就是复列变换 或者说线性怠速解VM方程 好 那线性怠速解VM方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一类VM方程是可以 用线性怠速的观点来看待的 因为这个VM方程本身是线性的 而一个函数 我们之前说FX可以是一个向量 或者说全体FX构成一个线性空间 那么相应的 不同的坐标基底 可能能对这样的一个线性空间中的向量 有不同的诠释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用刚才的这个思路 相似矩阵的这个思路去求解VM方程 其实完全可以 我们一起来做一做看 那在这边我们也要说 如果你全体VM方程 那全体的函数当作是一个线性空间的话 其实也会存在大量的线性因素 我们就不说那些简单的什么乘以2乘以4这种 简单的放大 我们选取一些 好玩的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求导 OK 当然如果你是单元就写成全导数 DDX 求导就是一种线性变换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首先线性变换 我们看它是不是 函数空间到函数空间的一个因素 求导是这样的 因为X平方 它是定义在负物球上 正物球上面 它求导以后变成2X 仍然是 这个函数空间里面的一个元素 OK 所以是OK 是合适的 那另外呢 它的线性性也是可以保证的 线性性 我们就要用线性性的定义来说明 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线性因素 R 作用在两个函数上 F和G上 前面分别有系数A和B 那么 它是否会等于 A倍的这个线性变换 作用在F上 再加上B倍的 线性变换 就用在G上 事实上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求导就有线性性 对求导来说 我们知道 AF 再加上BG的导数 天生的 就要等于 A倍的F的导数 再加上B倍的G的导数 OK 所以这求导这个操作是线性的 没有错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可以 用线性代数的 相似矩阵的观点 来求解维横方程 因为维横方程 就是几个 求导的一个叠加 而这样的映射 同样是线性的 好 我们来举一个 好玩的例子 比如说 F撇撇 再加上3倍的F撇 加2倍的F 等于0 好 我们要求解这样的一文方程 当然大家会说 那我就翻开高速书 看一看高速书中 讲简单的维横方程 怎么求解 但是好像 这好像已经超纲了 OK 如果是比如说有三接导 那就 基本上高速书中 我们找不出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解法 可是 对于线性代数来说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通过 转换坐标基底 来对它进行求解 怎么转换呢 很简单 我们把原来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函数 其实是建立在 不同的X 为自变量的一个基底上 或者说它是以位置来确定的基底 那我们反过来想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换到 以频率来构建的一个基底上面 有点像一个函数 可以用负列极数展开 这种感觉 因此呢 我们试着把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 替换成一个代数方程 或者是一个多项式方程 那怎么替代呢 这时候 我们想到 负列变换可以做这事情 负列变换 之前说过 如果有个FX 我可以 对它乘上一个积分因子 E的IKX 然后在负物准数到正物准数上进行积分 变成一个新的函数叫GK 那我们乘上这样的一个积分因子 事实上 就是让原来的函数 在这样的一种周期函数上进行投影 而且呢 这个K 它的变换是从负物准到正物准 整个时速范围内都可以 其实它投影范围是非常密集的 它是在整个时速频率上进行投影 也就是一种连续的投影方式 那么负列变换同时我们知道它也是存在逆变换的 由GK也可以反着生成回原来的FX 它的生成方法是这样的 乘上积分因子E的负IKX 然后DK 请不要忘记前面有习数2π 好 那这就是负列变换的一个正负关系 一个是FUERET TRANSFORM 一个是INVERSE FUERET TRANSFORM 反的负列变换 那么这样的一个思路怎么样帮助我们求解维纷方程呢 很简单 因为微分方程的任意结的导数 都可以在负列变换中 直接变成GK的一个层级 或者说是一个关于K的多项式相乘 不信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试图 用FX的一阶导 带入负列变换 我们会很容易的发现 如果 我们有FX一阶导带入负列变换 那它得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就真的具体去算一下 它的一个变换值 OK 那这样的一个负列变换值 很明显我们可以用分布级分 这是在数学基础中我们复习过的 AB撇DX的积分是等于A乘B减去BA撇DX的积分 对吧 这是分布级分 因此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进行求解 首先我们把FX丢进去 FX丢到 不用丢 直接套公式就可以 那它会等于FX 这边是A撇B 所以它需要等于A乘B 在两端的求差 E的IKX 负物穷到正物穷 再减去积分 A撇B 然后撇就丢到旁边的哥们这边去了 所以就会变成 FX专业坑 对有500年 然后E的IKX 就要对X求打 DX OK 那这个怎么处理端点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在正负无穷的地方 这是一个上下对称的一个周期函数 OK 那么在正负无穷的时候 我们认为FX的区别不太大 比如说它稳定在5或者10或者任何一个值上 只要它在无穷远处是接近稳定的 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质变量 趋向于无穷 都会整体效果 被这样的一个平均值为0的周期函数给消除 因此呢 最终它就会变成0 OK 这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然后减去右边这一串 IKE的IKX次方求导 直接会出现IK 然后拉出来 因为我们这边是关于X的几分 所以K其实可以提出来当做常数 因此呢 它会得到FXE的IKXDX 负无穷到正无穷 那直接就会变成 负的IK乘上 仍然是原来的负列变换 OK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一个函数 它的导数的负列变换 只是原来负列变换 乘上负的IK 那这是求一次导的情况 那么相应的 负列变换我们用FT表示 FT一次导 就会变成 负的IK被的 原来的函数的F 负列变换 那相应的 负列变换二阶导 它就会变成 两次这样的一个 系数层级 负的IK平方 再乘上原来负列变换的 结果 OK 因此这是一个 直接 将N次求导 变成 N次多项式的一个操作 关于K的N次多项式 天哪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是不是能够把原来那个 规分方程直接整个做负列变换 然后变成一个多项式方程 然后多项式方程求解以后 我再负列变换回去 因为负列变换是可逆的 对吗 因此这样的一个思路 就直接帮助我们 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我们可以用刚才相似 矩阵的那个思路 来理解 线性无限方程的求解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张很重要的图 就是 首先 fx 这一个多项式 我们需要 求解 无限方程 这是一个 关于fx的一个等式 就是你的无限方程 求出一个具体的 f0x 具体的函数 但是呢 这个求解可能很难 我们不会 那么没有关系 你可以先把fx 换成gk 或者是整个 你这样fx的微横方程 整个关于fx的微横方程 通过负列变换 变成 关于gk的多项式方程 那多项式方程 求解出某一个 g0k是很容易的 对不对 解多项式 谁不会啊 这是很容易求解的 那你求解之后 你得到一个具体的g0k 怎么办呢 你再反着 变换回来 inverse Fourier transform 逆弗列变换回来 所以这时候 就会变成 这是一条红沟 我们无法跨越 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分成 三个小目标 先变成 关于它平谱的多项式 然后求解多项式 再绕回来 OK 这是不是 跟我们之前讲的 相似矩阵的思路非常相近 那么确实 这个整体感觉 基本是一样的 那求解这个微横方程 很难吗 并不难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刚才这个例子 嗯 我们说 f' 加上三倍的f' 加上两倍的f等于0 它做复列变换 会变成什么结果呢 很清晰 每多一次倒就多一个-ik 于是会变成-ik的平方 加上三倍的-ik 加上2 那只有f还会被 被作用变成一个gk 也就变成 这个是一个关于k的多项式 再乘上gk 等于0 OK 那什么样的gk能够满足这个式子呢 第一要么gk处处等于0 那这就是一个trivial的解 相当于是它的 复列变换值等于0值函数 0值函数 重新变换回来 那就是f' 很等于0 f' 很等于0 并不是我们关心的 这是一个 简单但无意义的解 因此我们直接忽略它 那另外一种有意义的解 就由这个地方来 OK 直接这个式子会变成-k平方 减去 3i倍的k加2等于0 那这是一个标准的 二次多项式 OK 所以它的求解是 直接代入求根公式 2a分之-b 加减根号b的平方 变成-9 b的平方-4ac 就会加上8 结束了 OK 所以它会变成-i乘上-2分之3i正负更好-1 正负更好-1 正负更好-1 就正负更好-i 所以最终结果会变成-i或者是-2i 就出来了 那 这是k的值 ok k等于-i和-2i 意味着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具体的值了 那k 等于具体的值 意味着gk这个函数 k k-i 就是k-i 或者是delta k-i 我不要用斜杆 或者是delta k-i 可以加上2i 那么这是一个delta函数 是一个尖锋函数 那这个delta函数 我们带到 逆的负列变换 就是这个表达式 直接会出现fx的值 fx直接就会变成 这样的 可以替换进去的一个结果 这边是积分一直是e的-i k-x 带进去 由fx等于1除以2pi 积分g0k 这就是g0 我一个确定的 复列变换后的结果 e的-i k-x dx 然后 当g0等于delta i加k的时候 直接 将k 替换成-i fx 会等于1除以2pi 乘上里面 结果 e的-i k用-i替代 -i -i 直接会变成-x 结束 或者是fx 等于1除以2pi e的-2i -2x ok 也就是有两个 函数 都满足原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这两个函数 都是 都是我们的 怎么说 长值 不是 那个 指数函数 事实上 直接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我们就具体的得到了f1和f2 而他们两个其实 如果大家愿意深究的话 还会形成一个线性空间 那他们的任意线性组合 其实都满足这个表达式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把它给求出来了 ok 那用的思路就是刚才这幅图 直接求解 困难 没有关系 我先复列变换 把微分方程 变成多向式方程 然后多向式方程 求解 ok 很轻松 求解完之后 我再复列变换回来 那么整个 这样的一个结果 一以贯之 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 那之所以我们 有这样的好的办法 就是因为我们熟悉 线性怠数的结构 ok 那现在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十分钟之后 我们继续后面的内容 好 顺便说一下 你这边系数 二分之一其实不重要 ok 你可以直接略掉 直接替换成一就行 嗯 我们下课